今天我們補調行動委員會 今天來到日本領事館這一段時間 是要抗議日本政府 在最近貧貧推交易局做一些動作 先是聖賢太郎說東京要買到 接著在7月7日這個敏感的時刻 但是日本首相竟然宣布 說要將聖賢太郎 我們認為這樣是對中國的角色 因此我們今天來到日本領事館 是要向日本政府抗議 我們將會大家信給他們 要求他們立刻出現 信裡面是這樣的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先生 閣下在本年7月7日 透露要將釣魚堡國有法 那天正是世人在反省75年前 日本軍國主義野心家 發動不孫而戰的侵略戰爭 造成的巨大災害的日子 在這個時刻 在這個時刻 挑起象徵著 侵略戰爭沉積的 釣魚台列島主權問題 是對中國人極度無禮 甚至是向國際公義 挑釁的行為 我們對此發出強烈的抗議 釣魚台列島在地理上最接近台灣 是中國人民傳統的 模擬作業的區域 回顧歷史 十九世紀末期 日本曾經藉著馬關條約 佔領了台灣 這個時候 日本人亦都將釣魚台列島 選入台灣的境代 遲到九四五年 日本國鴻林戰敗 中國 美國 英國 在7月20日發表了 波爾坦宣言 當中的第八條就是 開螺旋的撇水團體 日本的主權 必將限於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和四國 即是說 日本對這四個地方的島嶼 是要將它全部歸還 而在同年的8月15日中午 當時的羽人天王 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廣播宣佈 帝國政府以授指通知 在英美中蘇四國 我帝國接受 其等聯合聲明的各項研究 這就是有名的和平紀念人 他的無條件頭項宣言 這些所有的證據紀錄 都是表明釣魚台列島 並不是日本的 劉志興看來 釣魚台列島 就實在不是日本的領土 日本保權在那個海域裏面巡弋 但是在美國的默許下 日本近期在這處頻頻動作 挑動與中國執法人員的對抗 這樣的做法極可能 危害本區的安全 同時 亦都令到本來友好的 兩國人民的友誼 共上陰 實在是十分不似的幸運 首上閣下 今天我們以遺憾和憤怒的心情 向閣下提出 日本立刻停止對釣魚台列島所有的動作 並且撤出釣魚台列島 保釣行動委員會 2012年7月23日 打盪日本軍閣地 打盪日本軍閣至 日本軍閣海 日本軍閣釣魚台 零失千金 零失千金 博失全土 打盪日本軍閣地 打盪日本軍閣地 日本滾出釣魚來… 大哥,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他是不是傻了 上去吧 上去吧, 你去吧 去那邊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你一到我已放在地上 我當然放心,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我要放在地上 trio和邊ún 放在地上 抓到了, 拼到地上 五 Teaching 抓到了, 殺了, 殺了 互互日本侵華史實 打到日本軍國主義… 日本滾出吊台… 釣魚來是中國領土… 日本滾出吊台… 日本滾出吊台… 鑫梁姐滾出吊台… 打到日本軍國主義… 打到日本軍國主義… 日本滾出吊台… 釣魚來是中國領土… 日本滾出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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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 加護…